厉老师一直在说厉老师 厉老师呢 我本来今天找了厉老师 我说厉老师我等一下直播你会在哪边 现在跟我说是生日快乐 他跟我说 他说我能不能除了生日快乐其他你不要问我 我说可以 然后他说后面不行不行 他说后面他不能直播 我说为什么 我说算了不必问他 他真的好害怕 每天都每天都有人在逼他 一定要逼他 没问题 厉老师你这么想一想还挺想他的 对啊 厉老师过几天应该能见到他吧 我跟他约了 Lelouch's vibe you know I knew a lot of people joked with him but I read his vibe that he didn't like it so I wouldn't joke with him that much but once we got closer I read the vibe that he was ok with me joking with him Jack bu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自己练习的时间他去干嘛呢 他会穿上他的短裤 穿上他的运动服 比如在我们的创造营后面的游泳池里面的那个管子里面 他拿着一条跳绳 他每天都会去你跳绳 每天 everyday都会去你跳绳 以前可能有Andy啊王孝辰啊 可能他们这些好一点的朋友 在里面玩的比较好的他们会陪他去 但后面他默默都是自己一个人去 中午可能十一二点你去吃饭的时候 你基本上都能看到他 因为他跟运动玩 就他这一点是确实让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就我经常能看到他带着一个绳子 然后你知道的他的那个 那个头发他带的那个 他喜欢压着他的头发带的 然后每天你就看他那个造型 然后拿一下 本身利老师是一个还蛮自律的 他走的有点快 他的三步跟普通人三步不一样 我觉得他是在进走 一顿牛 第一印象啊 就是我觉得他挺孤独的 就总看着他一个人 有时候一起去拍照片 我觉得哇有点帅 我现在看着他